不善言辞没关系,会提问就行。 不多谈自己的事,而是以提问的方式引出对方的回答。 如此一来,两个人自然能聊得起劲。 看过美剧的人都知道,法庭上的唇枪射箭可以说是最精彩、最激烈的沟通。 在唇枪射箭中,最核心的就是提问。 然而,现实生活中,提问却是所有沟通技能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项。 例如,当我们和别人聊到买车的话题时,如果对方说,我家买了一辆新车,你会怎么回应呢? 如果你说,我家上个月也买车了,那么两个人很可能会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局面。 闲聊时,如果一方一味地站在自己的角度,谈论自己的事,聊天自然难以为继。 相反,不多谈自己的事,而是以提问的方式,问一些谁、什么时候、在哪里、为什么之类的问题。 你和聊天的对象自然会非常兴奋、激动。 如此一来,两个人便能聊得起劲。 继续以买车这个话题为例,理想的回应应该是这样的。 你家的车是什么牌子的呀? 多提问题,会提问题,总能轻松地引出对方的回答,谈话气氛才会更热烈。 很多时候,流畅的表达可能只考虑了自己,而巧妙的提问必然要考虑对方。 毕竟,只要提到自己喜欢的事物,人们大多会想多聊几句。 而你也不必因缺少有趣、合适的话题而闷闷不乐。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避免查户口式的盘问。 很多人认为,能说会道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沟通至少是两个人的行为,而提问恰好契合了沟通的这个特质。 一问一答,有来有往。 在沟通中,按重要性排序应该如下。 提问大于倾听,大于表达。 比如说,你想向对方推荐一款专门播放幽默视频的APP。 不妨先这样的问,你经常用什么APP呀? 假如你没有提问,就直接说,我给你推荐一款看搞笑视频的APP吧,非常不错。 然后呢,就一味的向对方推荐。 此时,对方心里很可能会想,快停下来吧, 我一点都不喜欢看幽默视频。 你看,你说得再动听,对方也不会买你的账。 事实上,提问才是沟通中最重要的技能。 问对方的想法,然后倾听对方的想法,再来解释说明问题。 这才是沟通的正确打开方式。 不会提问,不会倾听,只要对方的表达欲望没有得到满足。 就算你再能说会到,沟通效果也不会很好。 有位妈妈平时经常要出差,但是只要在家,她每天晚上都会给女儿讲睡前故事,哄女儿睡觉。 可是呢,有一天晚上,女儿怎么也睡不着,眨着大眼睛问道, 妈妈,你明天为什么又要出差呢? 妈妈就回答,说要去参加培训,就像你要上幼儿园一样。 女儿继续问,那你一共要去几天呢? 妈妈回答,说三天,周日晚上就回来了。 女儿突然哽咽的起来,妈妈,我不想你去,我会想你的。 然后呢,女儿抱着妈妈就是一阵大哭,妈妈手忙脚乱的安慰她,好久才让女儿的情绪平复下来。 如果这位母亲不直接回答,而是用提问的方式,沟通的效果是否会更好一些呢? 宝贝,你想一想,妈妈以前出差都是因为什么呢? 女儿温柔地说,开会。 那妈妈告诉你,这次不是开会,那是什么呢? 女儿低声地说,培训。 是的,妈妈是去学习新知识,等妈妈努力学好后,就可以帮你做更多事情了。 女儿问道,那你能给我讲更多有趣的故事吗? 妈妈说当然可以,女儿的情绪之后就有所缓和了。 在后面这段对话中,妈妈及时给予女儿肯定和鼓励,让她体验互动中回答的乐趣。 女儿的感受最后被妈妈转化为积极的情感,这也让她带着满足感而不是失落感甜甜的入睡。 所以聊天时,针对对方的话可以丢出问题。 至于丢出什么问题,不妨找找你们之间的共同点。 比如说,都爱看电影,就聊聊电影。 都爱旅游,就聊聊风土人情。 都爱玩游戏,就聊聊游戏。 实在没有共同点,就尝试聊聊对方的兴趣爱好。 然后再等对方回答。 虽然不是以自己为主的谈话,但是聊天仍然会变得顺畅热烈。 就算话题没深度,谈话也要有热度。 你不必假装有深度,只要懂得欣赏别人的深度。 聆听者越诚恳越细心,说话者就越愿意敞开心扉交谈。 很多人听别人讲话,常常听了不到十分钟,视线就会不由自主地飘向别处,根本没办法专心听对方讲话。 还有一些人更过分,听别人说话时十分的敷衍。 常常是一边玩手机,一边假装在听对方讲话。 倾听时不够耐心,不够专注,是谈话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这些人又总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始终保持谈话的热度多难呀,我到哪找那么有深度的话题呀?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 第一次接触,该如何发起话题? 如何保持谈话的热度? 如何让沟通延续下去? 如果你不想一直用这么没诚意的方法听别人讲话, 那就不妨用为什么,怎么会来进行提问。 事实上,这类提问是最能激发对方继续说下去的问句。 同时,也可以及时地给予简短的回应。 比如说,嗯,啊,然后呢? 或是重复对方谈话中的某些关键词,鼓励对方继续说下去。 在许多类型的谈话中,你的回应目的就在于让对话继续,对方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然后再加个问题,把球抛回对方手上。 就算话题再怎么高深,这些回应都能派上用场。 下面就是几个常见的对话情景。 情景一,他的设计根本就是抄袭的,竟然还能得奖。 哦,是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情景二,你知道人事绩效考评的过程有多麻烦吗? 真的啊,怎么会这样呢? 情景三,听说某某演员被封杀了,好可惜啊。 谁到底演的是哪一处啊?怎么会这样啊? 你看,通过这三个情景我们会发现,沟通的目的就是保持对对方的持续关注,让对方感受到你在聆听,并且让对方愿意说下去。 与他人对话的过程中,你要有意识地等他人说完,明显感觉到他在期待你的回应时在表达。 其实呢,高质量的听和回应就是表达关注的一种积极反馈。 这种积极反馈会带来愉悦感,表达的人也会更愿意继续说下去。 只要你的反应是一种鼓励,不管对方多有地位,多有深度,都会深受鼓舞,继续往下说。 你只需要记住,自始至终把话语权交给对方,并保持耐心倾听,而不是表达自己。 所以呢,如果你对对方的话题实在不感兴趣,但是为了让谈话流畅地继续下去,那就试试这些方式去回应。 他们既可以帮助你填补尴尬的沉默时刻,又能给予对方足够的时间继续原有话题,或者开启一个新话题。 说不准,当对方的话匣子打开,能说会道的程度会让你咋舌。 了解实时资讯变身话题达人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总会有你想关注的事和想关心的人。 聊天的时候呢,不妨聊一些最近的热门新闻。 如今,教人聊天说话的畅销书不在少数。 只是读完之后,不会聊天的依然不会聊天,不会说话的依然不会说话。 一些接话套路偶尔用用可以。 但是如果让人发现了规律,只会觉得你是在敷衍,反而弄巧成拙。 然而,实时话题或最近热门的社会事件,不仅是多数人都知道的话题,还能让闲聊气氛变得更加热烈。 最关键的是,对于身处职场的人而言,如果想跟办公室里那些前辈,或是兴趣爱好,跟你差十万八千里的同事愉快地相处。 实事便是一个极好的谈资。 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 当我们和别人偶然遇到时,大多时候会聊到你的服饰,今天的天气,你最近胖了或瘦了等话题。 但是,如果相处的时间超过五分钟,一般这种寒暄的话题就撑不住了。 此时呢,最好赶紧搬出热点新闻。 比如说,这雨什么时候才能挺呀,南方受灾区早已经是一片汪洋了。 哎,听说社保缴费技术又要上调了,咱们这待遇水平是不是也会跟着提高呀?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事话题不仅是万能的,还是实用性很高的谈资。 和男同事相处,可以谈谈数码产品和汽车。 和女同事相处,就聊聊明星八卦和本地消费。 这些是大家都能参与的话题。 不过,若是政治论题,就要避免有争议的内容,因为那很容易引发激烈的争论。 娱乐新闻更是办公室社交中最安全、最有趣的谈资。 讨论自己的私事,别人不一定爱听。 议论共同认识的人,那是大忌。 讲讲大家都知道的明星,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明以时为天,跟吃吃喝喝有关的新闻, 对很多人来说,才是生活的头条。 你所居住的城市,有哪些特色的餐厅、酒吧, 好吃好玩便宜的东西, 或多或少都应该知道一些。 对本地消费资讯的熟练掌握, 会让你成为公司的吃喝玩乐达人。 当大家想要享受一下生活, 或是有招待亲友的需要, 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你, 找你帮忙推荐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 而这也有助于提升你在办公室的人气。 因此呢,如果你想要聊天, 却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话题可聊, 那么平时就要善用碎片时间积累一些谈资, 想变成一个讲话有料的人, 就请先从丰富自己的谈资开始。 这样一来, 你在人群中才能得到更多回应的声音。 闲聊是要躲避对方内心的死穴。 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怎样交流才是有水平的, 却忽视了最重要最根本的, 其实是要避免使对方不快的语言和行为。 很多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很想参与大家的聊天却不受待见, 或者一说话就惹对方不开心。 这是为什么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触碰了谈话的雷区。 阿珠与某大学同学好久没见, 有一次两个人竟然在人头攒动的机场相遇了。 一番热烈的交谈之后, 缺心眼的阿珠竟然想都不想就问对方, 哎, 你先生还好吧? 同学的表情瞬间由情转音, 只好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 分了。 事实上, 当时这位老同学正在闹离婚。 不管这位同学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 这总归是件残忍的事。 而且, 不懂聊天技巧的阿珠, 很可能会莫名其妙地从此变成老同学眼中的讨厌鬼。 无论他接下来如何好言好语, 老同学难免会在心里猜测, 看他的眼神一定是在可怜我, 说话阴阳怪气, 不是嘲讽是什么, 他会不会把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 快给我消失。 一直以来, 他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怎样交流才是有水平的, 却忽视了最重要最根本的, 其实是要避免使对方不快的语言和行为。 然而,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虽说说者无心, 但是并不能保证听者是否会心有芥蒂, 化解这样的芥蒂难免要费一番功夫, 这又何苦呢? 当然, 多嘴的阿珠也可能是无辜的, 但谁叫他傻乎乎的, 悦入不该触碰的谈话雷区呢? 为什么就不能聊聊当下流行的服饰或是刚游玩过的一个旅游景区呢? 跟不那么熟悉的人交谈, 应该避开一些雷区。 首先, 就是对方不便跟陌生人说的事, 比如月薪多少, 结婚没有, 孩子的成绩等话题, 还有就是谈起来很容易引起争执的话题, 比如宗教, 政治, 哲学等。 遗憾的是, 很多人往往不了解这些谈话雷区, 动不动就喜欢对别人的生活刨根问底, 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怎么还不生孩子呀? 年薪多少? 房子买在哪? 他们以为这样是跟人套近乎, 其实这正是他们聊天失败的原因。 固然好友之间谈话, 谈得深才更有意义, 但是这事急不得, 交情到了, 自然会深入地谈。 如果在交谈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些话题, 千万不要直接问, 而是应该采用旁敲侧击的方法, 委婉地提问。 第六章, 化解尴尬, 掌握不冷场的谈话技巧。 第一节, 就算忘记对方名字, 也能自我救场。 跟某人打招呼的时候, 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说自己名字的时候, 要说得慢一点, 清晰一点。 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 面对一个不是特别熟的人, 能认出对方的脸, 想起对方的职业, 但就是想不起对方的名字。 那个时候大脑就像是被清空了一样。 有时候, 即便是曾经一起交谈了很久的人, 也会忘记这个人的名字。 忘记别人的名字, 或许是很多人常常遇到的尴尬。 你很可能刚刚问过别人的名字, 但转眼就忘记了。 虽然大多数人都会原谅你, 不过你可能还是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常常觉得不好意思, 生怕对方以为自己看不起人。 为此, 想要说点什么来补救。 不要怕, 有时呢, 你可以不用直接说出对方的名字, 巧妙地避免丢脸。 比如说, 哦, 是你啊, 真巧, 我们又见面了。 嘿, 你看起来不错呀, 我们都多久没见面了, 你还好吗? 不过呢, 如果你要想参与很多社交活动或是会议, 还是应该记住对方的名字。 首先, 当我们听到一个名字的时候, 一定要多重复几遍, 重复得越多, 印象也就越深刻。 与此同时, 务必要专注地看着对方的脸, 强化记忆。 很多时候, 我们忘记对方的名字, 往往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够集中, 或是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 走神了。 接下来, 试图把你听到的名字 和原有记忆中的一些东西联系起来。 比如说, 眼前这位新认识的朋友看起来, 有点像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某某某。 为了避免遗忘, 最好尽快将对方的名字, 和一些与他们有关的关键词, 写在记事本里。 最后呢, 向对方索要名片, 回家之后, 尽快在名片上写下贴切形容这个人的话。 你的表述可能有些诡异, 不用介意, 因为这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当然, 最尴尬的状况, 莫过于那些你真正应当记住的名字, 却被你忘记了。 你认识对方可能已经很久, 而且对他们的名字, 就像对自己的名字一样熟悉。 但是在见到那个人的时候, 你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实在是没办法掩饰你的健忘, 你可以这么说。 哎, 你有没有遇到过脑袋里突然一片空白的情况? 你知道, 我对你的名字就像对自己的名字一样熟,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紧张了? 真是不可思议, 我脑子一下子卡壳了。 今天这种状况, 你一定也发生过吧? 与此同时呢, 你要想到别人也可能忘记了你的名字, 这时可不要恼火。 当你跟某人打招呼的时候, 不妨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说自己名字的时候, 也要说得慢一点, 清晰一点。 讲了愚蠢的话, 就要严则自负。 蠢话就像一把利剑刺入人心, 伤害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人与人能够沟通, 建立亲密的关系,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言语。 然而, 我们又往往不够理智, 很容易依着自己的性子说话, 伤人而不自觉。 比如说, 有些人生气愤怒时, 习惯性说一些言不由衷的, 让人难过的话。 还有些人会口不择言地说一些自以为是的话。 这些话不仅会拒绝他人的好意, 还会将自己与他人的距离拉开。 言语的力量是巨大的, 而蠢话更像是人生路上的巨大地雷。 如果说谣言能把假的说成真的, 那么蠢话也能像一把利剑刺入人心, 伤害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或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抱怨小区里的某位邻居时, 却发现他的家人刚好从你身边经过。 工作餐时间, 你以为老板外出办事了, 就跟同事聊起自己生之无望的苦衷。 此时呢, 老板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在有CEO参与的谈话场合中, 你以瞧不起的口吻提起精英这个词。 你非常讨厌别人当众抽烟, 因此一说到这种人, 你就忍不住大声责骂。 但完全没注意到这群人中竟然有一个老烟枪。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浑身冒冷汗呢? 天哪, 我竟然说了这么多的蠢话。 可以说,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代表的都是自己, 而一个人说话的方式往往决定了他是聪明人还是笨蛋。 正如一位名人所说, 愚蠢的人用嘴说话, 聪明的人用脑说话, 智慧的人用心说话。 事实上, 即使你道歉, 人们还是不会忘记你的失态。 所以, 为了避免一开口就让他人对你的印象打折扣, 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到事先预防, 保持沉默, 直到你能控制自己, 不会把脑袋里的想法通通说出来为止。 但是呢, 说过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 若话已说出口, 该怎么办呢? 那就真诚的跟对方道歉吧。 切记, 你的一言一行一定要让别人相信你已知道了自己的愚蠢, 而且非常后悔。 此时你可以这样说, 我简直太傻了,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请原谅, 我真的是太粗心了, 我早就该知道自己这么说很不恰当, 深表歉意。 很多时候呢, 一句无信的话就会破坏原本和谐的氛围, 此时最简单的反应就是想想恋人的眼泪, 亲人的叹息, 朋友的背影, 同事的疏离, 然后为你所说的话道歉。 不过, 未经大脑思考的话, 还是要避免说出口为妙。 作为旁观者, 你的建议对整件事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请理智地对当事人负责。 生活中, 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争论的场面, 奇妙的是, 当事人几乎很少能达成一致观点, 常常是你说你的道理, 我教我的逻辑, 真的不可开交。 如果你碰巧赶上, 又与当事人相识, 劝他们化解矛盾自然理所应当, 但是你的言辞一定要慎之诱深, 因为若是救火不当, 反倒会火上浇油。 也许你会说争端不是由你引起的, 你并不是那种大声讲话或惊慌失态的人, 但是既然问题来了, 总要有人坚守自己的立场, 无论争执是怎么开始的, 也无论双方因为什么而争吵, 总之呢, 在公共场合争吵, 对彼此的声誉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中国有句古话, 观其不语真君子, 讲的是, 在观看一盘棋局时, 不能指手画脚, 扰乱别人的思绪, 不止下棋有这样的规矩, 其他很多事情也是如此。 假如在一场争执中, 当事人需要你这个旁观者给出客观的建议, 你应该清楚, 作为旁观者, 你能做的事儿, 可以说的话都是有限的。 如果你足够理性, 意识到自己正陷于一场争论之中, 那么就应该赶快抽身, 毕竟你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而且参与事情的人不是你。 所以, 想要善意提醒, 就请充分尊重当事人思考的权利。 有这样一个短视频, 搞笑之余不免让人有几分悲伤。 一对恋人吵架了, 但是他们仍然深爱着对方, 冷战第三天, 两个人都撑不住了, 想去找对方认错, 但是两个人的好友都劝他们不要去。 并给出了同样的解释, 如果对方爱你, 再等等, 他就会来找你了。 于是呢, 这对恋人就真的等了起来, 尽管内心强烈期盼着对方来找自己。 很多年过去了, 这样的场景一次次重复, 直到他们老去,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还是错过了。 在别人的感情问题面前, 我们都不是当事人, 不用承担事情的后果, 但是作为旁观者, 你的建议对整件事的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 请理智地对当事人负责。 但是, 在你决定退出争执之前, 仍然要给足对方面子。 你这么做的时候, 当事人会觉得好过一些, 因此, 你可以这么说。 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再继续讨论。 或者说, 在这件事上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 现在让我帮你们倒杯咖啡, 好吗? 还可以这么问, 我们已经梳理了一些事, 这很好, 但是很抱歉, 现在我得走开一下。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或许会发现, 并没有打消当事人争个输赢的念头, 可能这些人天生就喜欢争辩。 既然人家这么喜欢抬杠, 那就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了。 越是敏感的问题, 越需要冷静沉着。 对于那些总是喜欢询问别人隐私的人, 你可以这样回答他。 对不起, 无可奉告。 对于那些总是喜欢主动暴露自己的隐私的人, 你可以这样回答他。 我并不感兴趣。 生活中, 总有一些人特别喜欢询问别人的隐私, 打听别人的家底。 想必很多人都被别人打探过隐私, 例如,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你还是单身吗? 你为什么离婚? 你买保险了吗? 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你这个伤疤是怎么来的? 好久都没看见你太太了, 你们俩发生什么事了吗? 每个人都有隐私, 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隐私在众人面前曝光。 所以, 对于那些喜欢询问别人隐私的人, 你大可以这样回答, 对不起, 无可奉告。 对于那些主动暴露自己的隐私的人, 你可以回答, 我并不感兴趣。 热衷于打探他人隐私的人, 总是令人讨厌的。 这种随意探问他人隐私的人, 不仅会因为他的浅薄俗气, 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 还极有可能因此惹祸上身。 但是, 在特殊情况下, 如果迫于形式, 不得不提及自己的隐私, 但是又想回避这个问题, 你不妨按照以下的方法去做。 一, 直接把话题还给对方。 当别人有意要探问你的隐私时, 你可以反问对方, 你问这个做什么呀? 你为什么这么问? 你为什么想知道呢? 你需要知道这个吗? 如果对方说没什么只是因为好奇, 你可以这样回答, 真的? 然后就直接换个话题。 很多时候, 礼貌是知道何时该假装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二, 面对对方的追问, 直接转移话题。 当对方问到你一个月赚多少钱时, 你可以说, 既然你提到薪水了, 我也很想知道, 你说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是不是又调整了呀? 当对方对你消失了很久的太太 很感兴趣时, 你不妨直接说点别的。 我太太? 这倒让我想起来, 我终于见到我们CEO的太太了。 第三个, 直接正面拒绝回答。 比如你可以这样回答, 你怎么会问我这个呀? 你问的这个问题, 真的很难回答。 很抱歉, 我从不谈这个。 现在我不太想聊这个话题。 我答应别人, 绝不说出来。 第四项, 假装没听到, 然后敷衍过去。 你可以随便地说点别的什么事, 或者讲一些空洞的话, 把对方的追问敷衍过去。 比如说, 我觉得你不知道如何把马铃薯的虫子挑出来。 嘿, 我中了十块钱的足球彩票。 哎, 你知道那部电影已经上映了吗? 既然大家都不喜欢别人探寻自己的隐私。 那么我们在与别人交谈时, 聊得很不爽, 聊得很不爽, 那就换个频道。 会说话, 懂说话, 不做冷场王, 不是要你原华世古见风使舵, 而是让你以一种诚恳设身处地, 换位思考的方式待人。 会说话是一种能力, 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然而, 很多人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变得能言善变, 反而是一出场便自带冰冻装置, 与人交谈不到三秒便冷到不可收拾。 有一位女士, 她就是一个冷场王。 起初呢, 同事觉得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太直率, 后来相处的时间久了, 发现她并不是直率, 而是不懂得与人沟通。 办公室里的年轻同事在空闲时, 网网喜欢聊一些娱乐八卦, 最新上映的电影。 当大家正聊得开心时, 这位女同事便会冷冷地说一句, 你们说的那些跟你们有关系吗? 同事们顿时就被破了一身的冷水, 兴致全无。 但也有翻脸的同事, 一脸不约地回谈, 没关系啊, 就是想聊, 你管得着吗? 此言一出, 无疑只会让这位女士的敌人越来越多。 这位女士不喜欢听别人聊八卦, 自己却特别爱表现。 比如说, 家里发生了芝麻绿豆大的事情, 她都会拿来当重大新闻。 包括老公给自己买了什么东西, 孩子吃饭的。 她经常夸老公有多么爱她, 夸孩子多么聪明。 起初呢, 大家也跟着附和两句, 时间久了, 大家都装作听不到, 没有人出声。 其实, 有谁愿意听一个人家里鸡毛蒜皮的事呢? 这种对别人谈资没兴趣, 也不能理解与尊重别人, 而自己却在一个小圈圈的话题里面打转的人, 自然也是冷场的专业户。 不可否认, 生活工作中, 我们都喜欢那种能在任何场合谈笑风生, 不冷场的人。 这并不是歧视不懂说话之道的人, 而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现象。 要想不变成一个不受人欢迎的冷场王, 那就要记住, 多增加知识, 多去理解别人, 多封营自己的内心。 如果真的感觉自己在表达上有不足之处, 那就多微笑, 少说话, 这也是一种有修养的表现。 遇到画牢, 设法解救自己。 宁愿不说话, 也不要尽说废话, 这是一种聊天素质, 有时候聆听其实就是在说话。 《大话西游》里面的唐僧总是让人觉得很烦,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画牢。 他的那句经典台词, 你想要啊, 你想要的话你就说嘛,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你想要的话我会给你的, 你想要我怎么可能不给你呢? 不可能你想要我不给你, 你不想要我偏缺给你。 这句话不知道折磨了多少人。 同样的意思反反复复地说, 简直让人无法插嘴。 碰到这样的聊天对象, 想必人人都会像至尊宝一样想打人吧。 小A在熟人圈里呢就是一个小画牢, 初识他的人往往会觉得他沉稳, 可是熟悉后才知道, 他的诉说欲简直能让人抓狂。 去同学寝室玩, 同学自顾自地玩游戏, 看书, 气氛降之病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能开始自己的脱口秀, 自娱自乐。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不幸成了婆婆妈妈叽叽歪歪的唐僧的俘虏。 眼前的这位唐僧呢, 面带笑容, 双手挥舞, 不停地从这件事说到下一件事。 或许就在你分神的一会儿, 他就讲到另外一件事了。 然而, 最让你忍无可忍的是, 如果你的视线 稍微从他的身上移开一会儿, 他就会叫你的名字, 把你的注意力重新拉回来, 接着说, 嗨, 我知道你一定喜欢接下来这一段。 如果你想要打断他的话, 他就会立马转变话题。 好好好, 那我们先不聊这个, 再跟你说一个, 那个, 这种说起来没完没了的人 简直太爱聊天了, 他们的嘴巴就像是停不下来的机器, 不是在吃东西就是在说话, 大有大话稀有李唐僧的潜质。 你知道, 没有人会来解救你, 因为他们都不想步你的后尘, 因此, 这时你得学会自救。 虽说在你的心里, 已经演练了数遍, 能少说一句吗? 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么多话之类的台词。 但即便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下, 你仍然需要做一些既解救自己, 又能给对方台阶下的事。 比如说, 你可以这样打断对方, 天哪, 对不起, 我马上要去吃药了, 我竟然忘记了。 我竟然占用了你这么长时间, 我的火车要出发了, 再会。 不好意思, 我的手机一直在响, 我得赶快回个电话。 的确, 遇到话老, 无论是默默忍受对方的喋喋不休, 还是突然说一句, 说够了没, 让他闭嘴, 都不妥当。 你要知道, 这种人要么意识不到自己所言有何不妥, 要么天生喜欢成为众人的焦点, 于是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 为了不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僵, 千万不要恶言相向, 不妨和对方说一些善意提醒的话, 或是放开了随他说, 这样对双方都不会造成困扰。 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就是话牢, 那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 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说话的时机和语气, 想好了再说。 请记住, 宁愿不说话, 也不要净说废话, 这是一种聊天素质, 有时候聆听其实就是在说话。 面对窘境, 懂得自嘲是智慧的体现。 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 是一种深沉的智慧。 在处于尴尬境地的时候, 能够坦荡荡的自嘲, 不仅是一种风度, 也是一种修养。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 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 当你在不知不觉中处于极度尴尬的情况下, 该怎么办呢? 不妨用自嘲的方式来把自己从困窘的场面中解救出来吧。 朱莉是一名著名的女演员, 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活跃在荧幕上, 但是她在晚年的时候日渐发福, 因此每次当好友邀请她去海滨浴场游泳, 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辞掉。 在某著名品牌的开业活动上, 一位娱乐记者偏偏针对这个问题向朱莉提问, 朱莉女士, 您是不是因为自己太胖, 怕出丑, 才不敢去海滨浴场游泳呢? 朱莉想了一下, 爽快地回答道, 您说的对, 我是因为自己胖, 所以才不去海滨浴场的, 因为我担心飞行员在天上看见我时, 以为又发现了一个岛屿呢。 在场的人听之后, 发出了一阵善意的笑声, 并不由地鼓起掌来, 一场小小的尴尬, 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记者问起昔日光鲜亮丽的女演员 关于胖的问题时, 聪明的女演员并没有回避, 而是进行了巧妙的夸张。 这样的回答形象生动而富有幽默感, 还避免了谈及自己是否怕出丑, 这样一个尖锐的话题。 这位女演员用诙谐的语言自嘲了一把, 既没有被记者牵着鼻子走, 又活跃了现场气氛, 同时呢, 还给大家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将自己的乐观、 自信和勇敢的一面展现在大家面前, 不失为一个高明而有趣的回答。 人生旅途其实很漫长, 谁都会不小心摔跤陷入难堪的境地, 此时, 学会恰当的自嘲就很有必要, 表面上看是吵弄了自己, 笑话了自己, 但事实上, 却是一种大度和从容的智慧。 通过事实的自嘲来化解尴尬, 既帮助我们重新掌握局面的主动权, 又让所有人都觉得轻松和自在, 从而提升你的魅力指数。 在众人的一片笑声中, 你的智慧和魅力都会被大家看到, 而你的这份勇气更值得所有人为你喝彩。 背后拆台的事儿是躲开还是加入呢? 如果背后非议别人之人, 并没有对他们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 你也大可不必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而感到不好意思。 在和一小群人聊天时, 如果听到其中有一两个人开始议论你们都认识的某个人, 而且措辞并不厚道, 这种背后拆台的话语难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小A是某企业的一名会计, 对业务很熟悉, 工作上也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 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 小A所在的部门有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同事, 只是年龄大了点一直没有结婚。 有一天, 小A与另外一位同事闲聊, 不经意间便谈起了这一位大龄女同事, 两个人说得兴高采练。 就在这时, 同事小A刚好经过, 听到了一些他们的谈话。 微妙的是, 小A和这位大龄女同事是老乡, 私底下交情很深, 听到这样的话, 小A感觉很难堪。 在朝九晚五的职场, 办公室的同事总是会听到一些闲言碎语, 若是真的事不关己, 大可高高挂青。 但若是有一天, 你听到别人在议论某个你们都认识的人, 而且言辞毫不客气, 这时候想从容应付一定很难。 不可否认, 无论是谁, 都难免被他人说长道短, 也难免有言行不道, 被人抓住把柄, 谈论是非的时候。 可是, 如果有人以这种八卦的方式提到你, 使你陷入这样的漩涡, 想必, 你当然希望有个人能跳出来阻止。 但是呢, 如果在背后非议别人之人, 并没有对他们低劣的言行感到可耻, 你也大可不必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 而感到不好意思。 毕竟, 不道德做法的背后, 总是掩藏着见不得阳光的阴暗心理。 看透了这些之后, 就不应该为起烦恼。 在这种时候, 沉默有时反而是不恰当的。 那么, 你又该怎么做呢? 此时, 最直接表达你立场的方式, 就是起身告辞, 离开这群人。 当然了,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说点什么, 效果或许会更好, 而且你自己也会好过一些。 比如说, 你真的相信这些事吗? 我想我们可以问问本人, 关于这件事也许会有另外一种说法。 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很惊讶, 你的话真的让我很不舒服。 这样做, 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第七章, 把握尺度, 令语言更具魅力。 我们先来说第一节, 玩笑有禁忌, 道歉要真诚。 开玩笑本来是一件众乐乐的事, 但如果开玩笑的对象闷闷不乐, 那么这个玩笑就是一种伤害。 气氛尴尬的时候, 一句玩笑话很可能瞬间 就让压抑的气氛轻松下来。 这时, 玩笑话就起到 化干戈为玉博的作用。 然而, 有些人开的玩笑 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 更像是在挖苦和讽刺别人。 所以我们要明白, 尖酸刻薄和幽默感 完全是两回事, 不要把它们弄混。 当你直接跟一个人说, 他简直笨得像头猪, 或是跟你的房东直言, 他家的装修很土气时, 也许你觉得自己是在开玩笑, 但是对方很可能并不买你的账, 觉得你已经伤害或侮辱到他们了。 A同学正在读大学, 因为天生就长得比较黑, 所以呢, 被宿舍里的B同学 起了一个外号, 黑哥。 可是呢, 这件事却让A同学 十分的不高兴, 宿舍其他人 似乎都能感觉到 他的不开心, 渐渐的也就不叫他的绰号了, 偏偏只有B同学, 无论何时何地, 还是会用黑哥来称呼他。 A同学说, 他和社友的关系 相处得挺好, 就连和给他起绰号的B同学的关系 也不错, 唯一让他不高兴的 就是被别人叫成黑哥。 其实呢, 不光起绰号这件事, B同学还经常拿他肤色黑 讲各种段子。 讲到这里, 可能有人会说, 这个A同学太玻璃心了, 不就是被人说一下 肤色黑吗? 这也没什么, 没必要和社友闹别扭。 虽说拿一个人的肤色黑 开玩笑, 算不上是挖苦讽刺, 但是旁观者 和当事人的感受 是不同的。 我们不是A同学, 无法感同身受, 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小事。 可能起绰号的B同学 也是这样想的, 于是呢, 并没有把他当回事。 也就是说, 如果你开的玩笑并不好笑, 已经超出了适度的范围, 就必须考虑 是否伤害到了别人, 这一点很重要。 此时, 如果你的道歉 毫无诚意的话, 只会适得其反, 让局面变得更糟。 所以呢, 你要避免说这样一些话。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纯属意外?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纯属口误呀。 如果你有同理心, 不妨这样想一想。 其实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人喜欢别人 拿自己的短处和缺陷 来开玩笑。 想想自己曾经的遭遇吧, 当我们成为别人 开玩笑的对象时, 是不是心里觉得很憋屈, 一万个不高兴呢? 遗憾的是, 那个开我们玩笑的人 还觉得, 不就一个玩笑, 何必这么当真呢? 如果你真的想道歉, 那么就真心诚意地 向对方道歉, 并让对方感觉到, 你可以试着这样说, 真的很抱歉, 我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我对不起你, 我怎么这么没脑子呀? 是我把事情搞砸了, 请你原谅我吧。 有些话有些事, 对一些人而言 可能无关紧要, 但是对另一些人而言 可能就关乎人格和尊严, 毕竟我们很难做到感同身受。 所以呢, 开玩笑的时候, 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 一旦开玩笑的对象 露出了不悦的表情, 就要立刻停止, 并且事后做出真诚的道歉。 因为道歉使生活的粘合剂, 可以修补任何东西。 当然, 既然要道歉就好好地道歉, 然后把这件事忘个精光, 别总是提起。 另外, 道歉的时候也要避免过度的戏剧话, 否则会让人心生反感。 例如, 这些话就明显说过了头, 让人看不到你的诚意。 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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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或者是, 我的天哪, 我怎么这么笨, 我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笨蛋。 总而言之, 开玩笑就是为了活跃气氛, 增进感情。 所以, 在开玩笑的时候,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不要因为不恰当的玩笑, 而损害了人际关系, 否则就得不偿失。 不令赞美, 但不能异于赞美。 赞美的尺度掌握得如何, 往往会直接影响赞美的效果。 记住, 点到为止的赞美, 才是真正的赞美。 人人都喜欢听到赞美之词, 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当然, 并非所有的赞美之词, 都能让人喜欢。 因为赞美的时候, 要考虑场合、 对象、 语言等因素, 只有把这些细节都兼顾到了, 才能赢得被赞美者的喜欢。 否则, 赞美话说的再多, 也是徒劳。 这就好比一个气球吹得太小, 难免不够好看, 但是吹得太大呢, 又很可能会吹破。 所以说, 对他人的赞美, 也应该掌握一个度。 真诚的赞美应该恰到好处, 而这样的聊天, 也会更加愉快。 当然了, 并非人人都能把赞美的话, 说的恰到好处。 生活中, 很多人常常是为了赞美而赞美。 比如说, 为了讨得上司欢心, 达到自己的目的, 总是说一些阿谀奉承的话。 您真漂亮, 是我见到的第一美人呢。 您是我遇到的最有能力的人了, 没有谁能比得上您。 对他人如此恭维, 听起来当然不会令人舒服了。 显然, 这样的赞美是不得当的, 很容易失掉聊天的真诚。 真诚的赞美是出于真实的感受, 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某种优势长处的肯定。 拍马屁则不同, 它并不是出自人们内心深处对另一个人的认可, 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刻意表达出的好感。 这种过度的赞美, 难免会让整个对话听起来像是互相吹捧, 阿谀奉承。 假如在一次聚会上, 你发现某人歌唱得不错, 如果你这么说, 你的歌声是全世界最动听的。 显然, 这样的赞美只能使双方都很难堪。 但是如果换个说法, 你歌唱得真不错, 挺有味道的, 想必对方一定会很高兴。 赞美一定要发自内心, 要让对方看到你的真诚, 而不是信口开合。 因为你要赞美的人是你了解的人, 你要赞美的话语是来自于被赞美人的优点。 多数时候, 适当的赞美可以让感情升温, 而过度的赞美只会显示出你的虚伪, 也会让你的赞美显得功利, 让听者产生, 他是不是要跟我借钱, 他是不是想让我帮什么忙之类的想法。 所以呢, 做一个有分寸的人, 一定要懂得拿捏赞美的分寸。 使用过多的华丽词枣, 只会使对方感到不舒服, 不自在, 甚至感觉肉麻厌恶, 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而恰到好处, 点到为止的赞美, 才是真正的赞美。 别人自嘲时, 千万别附和。 说话是一门艺术, 倾听也是一门学问, 在把握不住别人的自嘲时, 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会比没有技巧的附和, 让你更受人欢迎。 人际交往, 有时候就像围坐在一个火炉旁取暖, 不时会被突然溅出的火星给烫倒。 也就是说一句, 有失分寸的话, 很可能成为你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的障碍。 然而, 更糟糕的是, 你伤了人还不自知。 我们常说, 自嘲是一个人高情商的表现, 一个恰到好处的自嘲, 可以向朋友传达你的豁达和善意, 可以很快拉近你与别人的距离。 可是, 当你的朋友自嘲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分寸地加以附和, 很可能让双方下不来台, 甚至会让局面变得尴尬起来。 有一次闺蜜聚会中, 外小姐生情并茂地描述她最近一次相亲的窘境, 从父母如何给她施加压力, 逼她相亲结婚, 一直聊到相亲对象如何乏味无趣, 在座的大多数姐妹也正面临同样的问题。 由于大家都同病相怜, 听完之后都开始唉声叹气。 此时呢, 因堵车而迟到的蒂小姐终于来了。 大家继续热烈地讨论着先前那个话题, 蒂小姐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 端起桌上的杯子就猛灌一口水。 时间又过了一刻钟, 外小姐转而自嘲起来, 估计是我年纪大了呗, 所以家里人才担心, 我再不结婚就找不到对象了。 而此时的蒂小姐呢, 总算搞懂了大家正在谈论的话题, 听到外小姐的自嘲立马接了一句, 对啊, 你看年纪也不小了, 再过两年估计连抬头纹都要盖不住了, 赶紧趁现在底子还不错, 多相亲几次, 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要不然等你真的当了高龄产妇, 估计屁股大的连走路都困难了。 说完呢, 蒂小姐一个人咯咯的笑个不停, 大家互相对望了一眼, 并没有配合着笑,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了。 一直默默坐在旁边的麦姐终于耐不住了, 回了一句, 人家自嘲呢, 你起什么哄啊? 很显然, 这是一次失败的聊天, 外小姐的自嘲或许只是想缓和一下沉重的聊天气氛, 不巧的是蒂小姐加入了, 不仅附和了还把别人的痛点当做一个笑话。 最后呢, 气氛不仅没有被炒热起来, 反而让人尴尬得无所适从。 很多时候, 我们都想做一个有趣的人, 希望在众人面前可以高谈阔论, 畅所欲言。 可是, 在我们绞尽脑汁的, 想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之前, 是否做到了知分寸懂进退呢? 毕竟每个人都有底线, 在没有触碰这条线之前, 大家都能相处愉快。 可是, 一旦触及底线之后, 真正愉快的, 又有几个呢?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微妙, 有些人因为一句话从此不再来往, 而有些人因为一句话而成为挚友, 因此, 说话一定要懂得分寸, 千万别自以为是, 别把小聪明当幽默。 说话是一门艺术, 倾听也是一门学问, 在把握不住别人的自嘲时, 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会比没有技巧的附和, 让你更受欢迎。